凤林警分局南平派出所援警 日前接获南平火车站站务人员通知 有疑是失智老妇人从罗东火车站上车 要前往光复火车站 不过她提前在南平车站下车了 而提前的原因老妇人自己也不清楚 而听到警察的时候她还觉得有点排斥 所以站务人员就提醒警方要穿着便服前来协助 经原警道场了解该名老妇人仅知道自己姓名 而对住址亲友以及其他资讯均无法清除陈述 只称独自居住在宜兰县罗东镇 要去花莲县光复乡找朋友 但是对朋友的姓名及住址已无法清除陈述 于是原警使用了人脸辨识系统 得知老妇人年过八旬 在意系统显示这资料 携请罗东分局成功派出所与当地的里长合作 用最快的速度找到了老妇人的家属 本所日前接候南平火车站通报 有一名失智的老人家需要协助 通诊后包括立直赶赴火车站将老人家带回 并用人脸辨识系统查明老人家身份后 发现老人家现年83岁 睡在宜兰县罗东镇 本所立即请罗东分局协助 辗转联系到老人家家属 使是老人家因失智的情况 以往来到百公里外的南平火车站 家属获自老人家讯息后 立即由宜兰县罗东镇南下 自本所将老人家带回照顾 家人收到了消息后 立即搭上前往凤林镇的火车 来接送老妇人 而在等待的期间 园警不仅提供餐点 细心照顾老人家 还一边用电话安抚家人 焦急的情绪 直到家人来到南平车站 看到被警方护送到后车间的老妇人 才放下心中的大石 连连致意 感谢警方的任性帮助 记者林杰 凤林镇采采访报道